坎特伯雷号军舰是新西兰 非常老牌子的一个护卫舰 当年在被这个福利机构 一块钱购买了以后 拖到了这个深水湾 专门榨成了它 存在这个33米左右的这个水深 供潜水员们享乐使用 那么这艘军舰 我们当年在潜水训练和玩的时候 专门使用的就是高氧 使用的是32%氧气的这个高氧Nitrox 为的就是在安全极限深度之内 能够延长我们的潜水时间 因为它的潜水真的非常非常的深 如果使用的是普通的空气 那么第二潜就会有很大的麻烦 你不可能去船底底舱去观察 但是使用的是高氧的话 那么你体内的氮气 对积的相对就没有那么多 所以高氧是在所有拍地潜水专精课程中 我非常推荐的一个特长技能 大家好我是许刀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海豚与兔子 我是海豚 你就是那只小兔子 今天我们来看一看 为什么要去学习高氧潜水 高氧潜水的注意事项是什么 它的好处是什么 它的缺点是什么 所谓的高氧 那么就要从空气的组成来了解了 我们平时所呼吸的这个空气呢 那么它氧气的百分比其实只有21%了 78%是氮气 它不参数任何的这个身体里的化学反应 还有1%的杂质 那么我们假设它就是1%21的氧气和79%的其他的惰性气体 那么潜水大家也都知道 限制你潜水的这个极限很大程度上是你身体所吸收的氮气 对不对 我们所说的极限潜水时间在不同深度它是什么样子 往往就是你的身体里面的氮气快饱和的时间 那么如果我们想办法把氮气减少增加氧气的这个百分比 是不是我们吸收的氮气就会减少 那么相对的潜水时间就会增长 当然了这也会带来一系列的其他问题 如果你了解这些的话 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你的潜水时间的同时呢 让你呢享受更多次和更长时间的安全潜水啊 所谓的高氧他们有两个百分比是比较流行的 就是把21%的氧气呢提到32% 或者是提到36%啊 36%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就是说方便大家去记了拍地嘴的课 他经常也是用这两个去挤例子 比如说你去到18米的深度的时候啊 你正常的潜水时间只有那么五十几分钟不到一个小时 但是如果你使用了32%的高氧 那么你将近可以潜到一个半小时 如果你使用的是36%的高氧 你将近可以潜到两个小时 你看这个时间是区别是巨大的啊 但是你损失的就是你的极限下潜安全深度 万物都是平衡的 你嘛可以潜的时间长 你总要损失点什么 你损失的就是你的深度 你18米的情况下 你如果只用空气 你可以潜到56米的极限 你都不会氧气中毒啊 但是如果你用的是32% 那么它的极限值大大减小 只有33米 如果你用的是36%的话 它的极限深度还要更少 为什么 氧气呢在一定的深度下 它的压强会有变化 那么人体能接受的这个压强的氧气 是有一定的极限值的 到了一定极限值以后 氧气也会变得有毒 那么你的神经会中毒 神经中毒以后呢 你的肌肉会麻痹 麻痹了以后 你的嘴就咬不住那个呼吸器了 然后呢你吸气的时候 你吸的是海水 那么你就满肺都冲的是海水 你就淹死了明白吗 氧气中毒也是非常可怕 所以我们今天也要介绍一下 有哪一些注意事项 所以说大家呢 了解了之后就可以安全的去潜水了啊 经常看我频道的朋友啊 大家都喜欢拍水下照片和视频 我以前不是有水下照片的滤镜吗 我前两周上线了我这个水下视频的滤镜啊 一键可以帮你还原这个水下视频精美的色彩 大大减少你的这个后期的时间 在我的网站上有销售 谢谢大家支持 高氧还有一个非常的好处 就是这是我自己亲身体验 而且我跟很多潜水员还有潜店的老板 都交流过这个问题 这个没有在教科书上去写 拍底也没有说 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用人体去做个实验 所以都不可以写出来 但是你潜了一天水 潜过两三次以后 你回家的路上 如果你要开车 你会觉得非常非常困 因为你的神经 你的血液里面充满了氮气 你的这个电子信号 很难传到这个脑子里面 你会犯困 如果你用的是高氧 你可以试一下 你回家开车的路上 你基本上是不困的 这个区别非常非常大 都是我们亲身体会的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不成文的这个好处 我们自己的亲身体验 当然了 这里面的安全 也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 有几个安全事项 首先就是说这个高氧 你去浅电打了气的时候 你的这个气瓶一定是要去检测过的 而且你看到新西兰这个气瓶的上面 它都贴着有这个绿色的标志 上面写的是Nitrox 而且呢 最上面有一行小字还写的是 你看这个enriched air diving only 它这个enriched air就是Nitrox 就是这个高氧和这个减少了这个氮气的混合气体 都是一个意思 为什么说这个气瓶也要去检测呢 因为这个气瓶灌气体的时候 是不可以灌百分之百的传氧进去的 你所有的这里面这个橡胶圈 以及的这个Grace油脂 它都是不可以超过40%氧气的 不然的话它会坏 它会氧化 所以你这个气瓶很快就废掉 所以它是一定是提前混合好的气体 在这个潜电里面 它打给你的是多少 就是多少 如果你要是32% 它可以给你33%或者31% 这都是OK的 都可以接受的 如果再差一个百分比的话 你就可以说no 然后它就要帮你改掉 这样子 重新去灌 明白了吧 氧气还有一个注意事项的 就是它这个Postial Pressure 就叫PO2这个值 就是氧气的这个分压值 这个值它非常非常关键 正常的情况下 在水平面上 我们是一个大企业 那么你21%的氧气的话 它只有0.21的这个分压值 那么氧气什么时候会中毒 氧气达到1.6以上的时候就会中毒 我们潜水的时候 一般是用的1.4的这个安全系数 它这个系数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你是可以推算出来 你这个极限下潜深度 如果你用1.4的这个安全系数值 这是你的 这个是你的这个 你所选择的这个安全系数 如果你去除以这个0.21 然后呢 你得到的答案应该是4.3几 对吧 那么你用4.3减掉1 海平面上这个大气压 你剩下的数值就是3.3 那么3.3倍的大气压 你从海平面往下数 那是不是就是33米 也就是说如果你用32的这个氧气 32%的氧气 在1.4可接受的这个安全的这个氧气分压值的情况下 你的极限下延深度是33米 你如果用了空气的话 你是可以去到56米的 但是那个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值 这个值在你的电脑上都是有的 你看这个1.4的这个分压值 在电脑里也是可以调的 你这个空气可以从100%的氧气 一直调一调减到32都可以 你可以算一下这个值 所以说纯氧也不是说是没有毒的 它的毒性主要是麻痹了你的肌肉和中枢神经 然后你肌肉筋完了 你就咬不住你的呼吸器了 然后你吐出去以后吸了海水以后 海水里面就是你的肺里面都是海水 然后你就溺水而亡 它的危险是在这个地方 当你了解了这些以后你就明白 OK我下水前要把我的潜水电脑试行 然后呢不能超过这个极限下潜深度 但是呢我的下潜的时间 可以远远的超过使用空气的人 尤其是去海外潜水 或者去沉船这种 就是在安全深度之内相对深 但是你又想玩的时间比较长的 所以说高氧是非常推荐 而且呢你回家路上不困 你这一天呢体能都非常非常好 对不对 那么这一期潜水教学呢 就先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对高氧有一个具体的了解 Peddy的这个专精课程 各种各样很多 高氧其实是我非常推荐的一个课程 当你们学到这个进阶完了以后 下一个再往下学的时候 其实高氧首先是应该学的这几个课程之一 这样子直接扩展了你的技能 因为它没有特别难 你只是要记住这些数字 你的气瓶就自己检测 然后贴一个这个标志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希望这一期呢帮助到了大家 谢谢大家支持 点赞留言转发给你的朋友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留言转发给你的朋友 好